那从环境甲到现在 我们认识了第15个年头 对 对吧 我们认识是一起系衣服 对 在一起做询演 整理衣服 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你一直是一个奔跑的人 从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 操心的命 那你什么时候能停下来看一看 你旁边的人 有没有可以 学姐不要停 学姐不要停 跟你一起 干嘛 执子执手 与子执老的人 然后生一个很好 很漂亮的宝宝 你什么时候 让我也做做干妈吧 好不好 对 就请正面回答 你要好好回答 学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眼睛里面是很湿润的 闪着泪光的 真的替你担心 是今天要变成大型逼宿宣承是吧 不用那么紧张 小艾 不用那么紧张 就跟我家人说的话一模一样 他也是我的家人 其实我特别害怕 真的有了孩子 真的结婚 因为我觉得 婚姻太需要你去经营了 然后我现在工作 真的没有办法让我去兼顾我的家庭跟 婚姻 我也害怕 结婚有了孩子之后 我照顾不好他们 我刚刚能照顾好我自己 我希望 我能学会早一点 学会放下 就像我特别喜欢一首诗 我想要采更多的厨局 我想要 变得没有懂那么多东西 我想要放下很多 我想要去玩 我想要多犯一些错 我希望我的这一生能够 学会舍掉很多 你可以的 我今年一直在歇售我妈的白眼 我知道这是 不怕再 她再摆我一年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年结婚 我 我不知道 遇到说这个问题我都能出汗 小安一直我们路上在聊 就是她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 大情友赶快给她一句话 不然她太紧张了 生孩子我给你带 孩子衣服也不用发愁了 算死我 你那生孩子我给你生 你那生孩子我给你带 行啊